中中盾 接下来你将看到这一场 除量级定级赛 是由中国选手对阵 塔吉克斯坦选手 我们有请本场比赛的蓝方 他能获得莫斯科桑博冠军 有请穆沙耶夫游民登价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 来自塔吉克斯坦的穆沙耶夫游民登价 这个选手今天只有23岁和年轻 这场比赛是我们一场除量级的对决 比赛的体重来到了61公斤 之前穆沙耶夫是有桑博的 这样的格斗的经验 桑博选手呢 我们之前也见到了很多 实际上跟我们全场中 意想中的那种只锁腿不做别的事的 选手其实差距还是蛮大的 对 这些选手呢 其实他们打的规则呢 是有点像MMA的简化吧 对 对 绝大多数这些选手都是来自于这种 战斗桑博的训练 而且在战斗桑博的比赛当中 你可以穿桑博的那个道服啊 可以是有抓握道服的这个可能性 有请本场比赛红方2010年11年14年全国自由式摔跤冠军 2016年WNFC四人赛冠军 有请马豪宾 好 现在出场的是中国选手 马豪宾是来自于金炭防卫的一位选手 今年只有21岁啊 马豪宾呢 我们看到资料2010年11年14年的 选手自由胶冠军 嗯 再来的旁边呢 是他的教练啊 龚世坛先生 也是我们国队非常有名的自由式摔跤选手 对 那这个团队呢 也是以自由胶为积极的这样一个比赛 这一会儿他的爆摔会非常非常凶猛 对没错 看看面对俄罗斯三国的时候会是一个怎样的情况 马豪宾自己非常自信啊 说只要能让我抱着你的腿 我一定能让你摁倒 但是在MMA的比赛里 无论摁倒以后 如何控制的话 如何把对方终结掉就是最重要的原因 没错 裁判正在检查他身上有没有异物 指甲有没有剪干净 有没有带护纸和护装 检查完毕之后 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笼子当中 本场比赛蓝方来自塔吉克斯坦 23岁1米67身高61公斤 目前积分500分 莫斯科桑博冠军战绩两战 一胜一副摩扎耶夫游米德加 本场比赛红方 2010年2011年2014年 全国自由制摔跤冠军 2016年YFC四人战冠军 21岁1米68身高61公斤 目前积分500分 马豪宾 场上残谈员 关联组武林龙中队龙中开战 好 观众们 我们现在看的是 WF旗下顶级的无限制格斗赛事 武林龙中队的比赛 我是今天的评论员王彦博 我们今天也请来了 我们MMA主任的评论员 我们的郑文琪老师 大家好 现在比赛来到了一场61公斤的对决 一场桑博和自由交之间的对决 马豪宾是我比较熟悉的一位选手了 这个选手的这个爆摔功底 的确是很好 而且地面压制很不错 而且加上素数并不大 我们也希望他能在50龙中队的比赛里边 能给我们再次带来更好的比赛 也能给自己带来一些提升 自由式摔跤呢 在MMA的比赛里边 可以说是占据非常大的优势 自己的铺摔能力 压制能力 以及地面的平衡 都会给自己带来不错的方式 现在来看一下 他的摔法到底怎么样 两个选手的身高差不多 对方是这个桑博冠军 那么 其实桑博 我们一直在想桑博跟MMA到底他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就像文贼老师说的一样 他这个没有倒服的情况下 对 不着服以后 他的头摔能力马上就会变得不一样 没错 这样跟中国的 中国摔跤也有点相似 中国摔跤也要穿那个 跤衣嘛 对 就像我们的那个柔道 包括我们桑博 包括我们说的中国跤 一失去 一失去倒服以后呢 抱腿 抱到腿 看看有没有机会直接摔倒 果然 哇 把他砍起来了 马后边扛倒 哇 漂亮 力量 对方想布置一个高位的盖儿的 哇 马后边很有力气 你看 小心啊 小心对手十字枯 对方坐着全方手 马后边砸击 砸击很凶 但是对手有两条腿会活跃 哇 这边排了排了 哇 这个十字枯布置的真快 对 刚才感觉在0.5秒之间这个转化就立马过来了 先是高位防守 马后边砸击了两下 对方防到全方手以后 直接拉住一只手 马后边向往外拉 啊 之前已经是有一次了 他看到马后边地面锤劲啊 是非常凶狠 所以两条腿的防御啊很高 哎 不过这个的确是马后边应该是学了一课 嗯 这一次以后马后边一定会对对方的下位技术啊 对 更多的谨慎在里面 就在面对上下位这样的选手之后啊 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保持直了 一定要就是身体挺直 再进行垂击 或者是完全身体趴在对手的胸口上 在进行进攻 如果你身体是一个半弯曲45度角度的状态 这是下位防守的人来说是最愿意看到的 没错 下位防守 马后边的表情很无耐 下面宣布比赛结果 比赛结果 蓝方胜 蓝方 蓝方 莫扎英夫 手臂十字步 强弧对手 有请吴立希接受 为莫扎英夫有你的甲颁奖 我认为莫扎英夫有名的奖 莫扎英夫有名的奖 我认为莫扎英夫有名的奖 所以我会变得更多